竞争力确实可以推高楼市价格,但一样地亦可以拉低价格。问题取决于是业主益或买家方面的竞争力。 举例来说如果业主一方心急于买楼或换楼,那就容易放远价钱,特别因应近期股票市场的波动,令到部分业主的资金呈现紧张的状态,在这样薄弱的心态下造成的竞争力自然就会拉低楼价。 但相反为处另外一边双的买家,因为确实相信经济已渐渐复苏,加上香港房地产先天性的供不应求。 再者,很多人都相信代内地与香港两地日后顺利通关之后,不论在人流、物流及经济流等方面的滚动会录得大幅度的上升。 到时香港的房地产价格变会顺势再次被推上。 不者公司集团的楼价指数,早前破顶之后虽然稍微回落,但这并不代表本港楼价转势掉头向下,只是在这个缓冲期间价格上落之间的增持。 首先,楼价由年初至今确实已经上升了大约8%左右。 加上二手市场的交投量急剧上升超过三成,切切实实消耗了一批的买家。 所以买家的数量可谓需要时间重新累积。 更重要的是终观疫情在世界各地仍然是高居不下及变幻莫测。 没有外向的经济流动带动,只单单依靠本地的内循环。 任何的消耗都是需要时间上的积累。 而一手新盘市场的发展商,也因为本港一地难求,对手上持有的土地非常珍视。 并且见到今年楼价上升的势头非常强劲。 没有理由不去争取最高的利润。 所以变商部分发展商消耗的速度减慢。 形成市场没有出现一Q清袋热闹非凡的现象。 年大逆缺小带动买家持续入市的狂热气氛。 做就二手市场再推高楼价的动力就会减慢。 再加上近年移民离港的人数增加,部分心急离乡他去的业主,自然不会坚持价钱的上升。 直接令到买卖双方间以价的空间有所扩大。 造成今天楼价上升好淡的增持。 经过这几十年国家的改革开放后。 特别是这十多二十年间资讯科技方面的急速发展。 加快了世间任何事物之间发生的速度。 内地人口多达14亿。 科技成功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大大地拉近。 除了令到做生意方面变得更快速之外。 也因为内地人口庞大的数量。 可以令到任何行业的机会随时可以突围而出。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。 内地人对香港这个国际资都的仰慕之情。 能够拥有香港的房地产物业也为他们的心之所向。 不者相信, 待内地与香港日后能够成功通关之后。 香港房地产的价格自然会迎接来另外一波的高峰期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吏 UX